好棒 谢谢 周先生你好我是富子姐 你好 我在作为媒体单住的时候 在小明初发布了你这台报 我没有想到收获了那么多那么多粉丝的质询 都是想知道怎么买你的票的 所以我以前知道你 我以前知道你非常非常的受欢迎 那么我知道你也是在北美出生 在北美这边长大的 那么你有没有可能就是跟 同样都是现在 当然很多粉丝也都是刚来这边留学 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对他们说的 比如说他们刚来的时候 你也会不会有彷徨啊 孤单啊 语言不通 怎么跟大家可以交流 就是尽快的融入社会 有没有这些方面的经验 可以分享给这个粉丝们呢 有 肯定 我自己的体验 我在美国大概七年 然后都在Boston 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 非常的害羞 因为 就是会讲英文 然后都跟 讲中文的人 所以我国中了三 三年 我的英文完全没进 然后我觉得我好像在原点 然后是高中我才觉得 我自己不行 我自己要 要有信心一点 甚至自己做一个人设 我就是 跟 所有的朋友说 就是我其实是 从高中的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借口 就跟很多白人 开始当朋友 然后就也慢慢 因为这个原因 也因为我在国中有学 那个冰箱去问球 所以它就是一个 蛮白人的运动 也帮助我 比较鼓起勇气 可以 真的认识上他们 然后 跟他们 多沟通 因为我觉得 学英文真的就是要 多讲 多听 所以在高中的 三年 变得非常 白人 所以我就两个 教育都有体验到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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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 我爱你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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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